吉安乡的一名罗妈妈平时以务农卖菜来支撑家用 没想到日前却发生了一场车祸 导致她无法正常工作 生活顿时陷入了困境 吉安乡名代表于振华在走访社区得知消息后 立即号召温馨家族协会的成员 一通集资来协助罗妈妈可以暂时地渡过难关 吉安乡名代表于振华 黄松生及温馨家族协会成员 在14号下午一同来到了泰昌村 探视一名罗妈妈 吉安乡名代表于振华表示 过去罗妈妈就带有腰伤 加上日前又不小心发生车祸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让原本务农的她顿时陷入困境 这次温馨家族协会特别集结了会员爱心 发送9600元的人爱基金 希望能帮助罗妈妈来度过暂时难关 那因为郑华长期在部落在社区在流窜 那常常就发现像类似这样的个案 那这一次呢 刚好这个温馨家族呢 他们也发挥了人力己力的精神呢 一同的来去关怀这个弱势的家庭 那这个罗妈妈呢 她过去在务农啊 但是这个长期的务农之后 年纪也大了 腰部就受伤 但是呢 在去年她又发生了一场车祸 让她的脚部完全是丧失了这个完全正常的行动能力啊 以至于务农的工作也停摆了 所以家里发生了困顿 那这次呢 我们就经由这个社区的这个温馨家族的这个关怀的这个团体呢 那我们一同来来关怀她 那希望在她这个短时间之内 没办法工作的情况之下 能够得到一些社会的温暖 让她在这个困顿的这个时期能够平安度过 吉安乡民代表于政华也呼吁花脸乡亲 如果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 不要忘了身边的亲朋好友邻居 只要多一份的关怀 或许就能给她很大的帮助 记者 徐立晴 吉安乡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